第六讲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是恩典之约里的中保救赎主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知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司 现在我们来看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 小约里问答第二十六问 基督如何执行君王的职份 答 基督执行君王的职份 在于使我们降服归向他 治理保护我们 并且可制得胜他和我们的一切仇敌 三方面 基督执行君王的职份 第一方面 基督使我们降服下来归向他 第二方面 基督统治我们也保护我们 第三方面 耶稣基督向他的仇敌跟我们的仇敌 征战而得胜 诸解 君王是一个国度的统治者 现今有一个伟大的国度建立在地上 有神的所有子民组成 基督是这个国度的统治者 因此基督有三方面的智者 第一 他使我们甘愿地服从他 二 他赐下律法 引导我们 保护我们 第三 他克制一些反对我们 与反对他的敌人 至终击败他们 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 诗篇110篇第三节 当你掌权的日子 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一 上帝掌权 他的子民 要成为圣洁的 基督是我们降伏 成圣 做他统治之下的子民 以赛亚书33章22节 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 耶和华是我们的王 他必拯救我们 耶和华设定律法来管我们 他也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我们君王救主 也是审判我们的 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 主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这里 主耶稣基督要我们降伏他 学习他的温柔 他也赐我们安息 这个王是这样子保护我们的 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 保罗说 因为基督必要做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 今天耶稣基督已经是 国度的王 有一天他要击败神所有的仇敌 哥林多后书第10章第5节 保罗这里在讲他的复印事工 他的职份的目标 他是怎么样传复印的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耶稣基督透过圣灵和他的话语 还有他的话语的仆人 例如这里的使徒 要攻破一切的淫灵 将人的思想 人的心灵 夺过来 作为甘心情愿 降伏在基督面前的子民 耶税基督是得胜的君王 首先他得着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思想 提摩太后书第4章18节 主逼救我脱离猪般的凶恶 也逼救我进他的天国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这位君王是救主 他必定救我们 进入到他的果度里 他的果度已经展开 有一天 他的果度的荣耀 会显得是完全的 基督是我们的先知 是我们的祭司 是我们的君王 现在我们来看 耶稣基督 执行他的先知 祭司君王的指分 分两种的状态 或者说阶段 第27文 基督的降悲在于哪些方面 基督的降悲在于 降生为人 卑微地生在律法之下 忍受今世的苦难 神的震怒 和被咒诅死于十字架 又被埋葬 暂时浮在死权之下 读解 降悲就是由高位降到低位 基督为我们降悲 他从天上的宝座下来 成为忧患受苦的人 这里告诉我们 基督的降悲包括下列几方面 八方面 第一 他出生 他出生为人 是降悲 第二 他出生卑微 这个是降悲 第三 他甘愿的福在律法之下 他是这样的降悲 第四 他长经忧患 这样子的降悲 第五 他经历了神的眼面 不看 这样子的降悲 第六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样子的降悲 第七 他被埋葬 埋葬也是降悲 第八 他三天在坟墓里 也是降悲 这一切 基督都担当了 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我们来读经文 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第三节 这里以赛亚 预言 弥赛亚 耶和华的仆人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长经又患 长经又患 是他降悲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层面 马太福音 第十二章 第四十节 主耶稣说 越拿三日三夜 在大鱼 渡福中 人子也要这样 三日三夜 在地里头 主耶稣基督被埋葬 在坟墓里三天 这个是他的降悲 马太福音 第二十七章 四十六节 讲到神 怎么样的离弃 将他的愤怒 倾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约在深处 耶稣大声喊着说 以利 以利 拉玛 撒巴各大尼 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父神离弃 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他将他的震怒 他的愤怒倾倒在 他的圣子的身上 路加福音第二章 第七节 讲到玛利亚 生耶稣的时候 二章七节说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殿里没有地方 耶稣出生子那么的卑微 加拉太书第四章 第四节 告诉我们耶稣基督 浮在神的约恩典之约的律法之下的 即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主耶稣基督 生在律法之下的 主耶稣基督的死 是他将悲 菲律比书二章八节 保罗这样形容 耶稣基督的将悲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悲为 存心顺服 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位是我们的 先祖祭祀君王 将悲的救助 第二十八问 基督的身高 在于哪些的方面呢 基督的身高 是在于 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升天 坐在父神的右边 并且在末日要来审判之前 复活 升天 坐在父神的右边 将来来审判 诸解 身高就是 由卑为生至尊贵 基督的身高 包括下列 几方面 第一 由死里复活 二 升到高天 三 坐在神的右边 四 受任审判世界 这是我们的救助 现今的状态 经文 马太福音 二十五章 三十一节 主耶稣有一天 要降临 他在荣耀中 要降临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先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 同着众天使 降临的时候 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马太福音 二十八章 第六节 天使这样说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 已经复活了 你们来看 安放主的地方 主耶稣 滴滴确切从死里 复活了 马可福音 第十六章 十九节 主耶稣和他们 说完了话 后来 被接到天上 坐在神的右边 主耶稣升天 坐在父神的右边 《死的行传》十七章 三十一节 保罗在雅典 讲到的时候 末了他这样说 因为他就是神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 做可信的凭据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就是一个证据说 他逼回来 按公义审判宇宙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第四节 保罗讲到福音的总纲 照着圣经 主耶稣基督死了 埋葬了又复活了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第四节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我们所服侍的 所敬拜的救度 今天是在荣耀中 父神神的圣道至高 给他众名之上的名 是我们这一位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 到了这里我们就结束了 主耶稣基督他是谁 和他所做的大功 这一段 从第二十九问开始 我们要问的问题 那是 那么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恩 他已经降世为人 顺服 死 复活 升天 那这个他所成就的救恩 是怎么样成为属我的救恩呢 这个就是主耶稣如何施行 救恩 选民如何领受基督的救恩 这一段 救恩的施行 第二十九问 我们如何领受基督所买赎的救恩呢 我们领受基督所买赎的救恩 是借着他的圣灵将救恩有效的实施在我们身上 圣灵将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呢 很大能的有效的实施在我们的身上 诸解 在前一段我们已经看见 救恩如何为我们做成 已经成就了 是我们可以得救 现在我们是要明白 救恩如何实现在我们的身上 使我们得到救恩 这个答案告诉我们 基督已经为我们买赎了救恩 圣灵呢 使我们实际领受救恩 经文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十二节 凡借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全病做神的儿女 是神赐做儿女的全病 给那些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 主耶稣和尼古底姆在谈到重生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果 弟兄姐妹 这个水不是在讲洗礼 水是在讲神 洗净我们的内心 参考以西节书 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 从水重生 就是神洗净 洁净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生命 从圣灵生 就是神给我们一颗新的灵 圣灵住在里面 这样子的重生的人 才能够进到神的果 这个恰恰就是圣灵所做的大功 洗净我们 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 然后圣灵住在里面 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 主耶稣说 只等真理的灵来了 祂要引导你们明白 或者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主耶稣基督差遣圣灵来 让祂的门徒进入到真理 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 大罗说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那些主耶稣基督所救赎的 要成为神的儿子的 这些的信徒们 有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圣灵引导 提多书第三章五到六节 祂便救了我们 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 乃是照祂的怜悯 借助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圣灵就是神借助耶稣基督 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这里告诉我们 好像约翰福音第三章一样 神开恩是怜悯 怎么样救我们呢 就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 重生的喜和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讲 从水重生 这同一件事 上帝解净我们 洗清洁我们整个的生命 再来是圣灵的更新 圣灵给我们一颗新的心 然后住在里面 圣灵是神借助耶稣基督 浇灌在我们身上的 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 拆遣圣灵来实施这个救恩 洗净我们 给我们新的一颗心 是我们成心的人 好了下面第三章问呢 就继续讲 圣灵如何将基督买赎的救恩 实施在我们身上呢 圣灵将基督买赎的救恩 实施在我们身上 是借着祂在我们心里 所做成的信心 并且借此连接我们归属基督 这是发生在临到我们的 有效恩照里 在有效恩照这件大的工作里面 圣灵是我们信心 是我们与基督联合 连接 诸解 前面答案告诉我们 我们领受救恩是借着谁的媒介 这里是告诉我们领受救恩的方法 基督的救恩成为我们的 是借着我们与祂联合 而我们是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 我们是借着此信心将自己交托给基督 这个信心乃是神的灵 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果效 是神灵赐给我们的 相信基督就是信靠基督带来的结果 就是与祂联合 经文 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 我们身为主耶稣基葡萄双的质子 是常常在祂里面的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质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祂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事实 当然也是我们需要操练的 约翰福音15章26节 主耶稣说 但我要从父那里 才保惠是来 就是从父出来 真理的灵 祂来了 要为我做见证 圣灵为神的道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神用祂的道 呼召我们 圣灵在呼召这件事情 是做见证的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神是信使的 你们原是被祂所造 好与祂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神呼召我们 是要我们进入到基督里面 与祂相交 交通一同得分 这个就是恩造的意思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第十三节 保罗说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 是西利尼人 是维奴的 是自主的 都从一位圣灵 受洗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 这里告诉我们 是圣灵 是我们进入到基督里面的 是圣灵 让我们归入基督 受洗成为一体 进入基督里 进入到祂的身体里 一份手术第二章第八节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借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我们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 但是这个信心不是出于自己的 信心是神所赐的 一份手术第三章17节 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 我们既然信 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 祂与我们联合 我们与祂联合 这段告诉我们 圣灵究竟怎么样 实施救恩呢 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做成了信心 信心是圣灵的工作 那是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呢 是的 在小药里 到了八十多文的时候 就告诉我们 信心也是我们要 抓住神的应许 信靠耶稣 但是这个信心 是圣灵做成的工作 同时是圣灵做的 同时是我们做的 借着信心呢 我们与基督联合 属于祂 进入到祂里面 成为祂身体的一个肢体 这个就是有效的恩赵 这里所讲的恩赵呢 和我们今天所讲的重生 是很相似的 借着信心 我们与基督联合 但是信心 但是信心是被动 是回应圣灵的工作 讲到有效的恩赵 第三十一文是这样说的 有效的恩赵是什么呢 有效的恩赵 是神的灵所做的功 使我们觉悟自己的罪恶和苦况 觉悟过来 光照我们的心 使我们认识基督 我们的心 我们的理性 现在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意志呢 更新我们的意志 劝服我们 使我们能接受 在福音中白白赐给我们的 那位耶稣基督 这个是有效的恩赵 神的护照 护照人得救 有两方面 接着他的话 或者护理的外在的护照 人传福音给我们听 我们读到圣经 外在的 还有圣灵的内在的护照 外在的护照 常常是无效的 很多人自欺不理 而我们的心是邪恶的 但是内在的护照 都是有效的 圣灵的内在护照 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 我们知罪 认清楚自己的罪 而光照 明示我们救恩的道路 使我们明白 二十 第三 更新 使我们乐意 甘心情愿的 遵行良善和公义 第四 相信 乃是知罪 光照和更新的结果 使我们能信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助 圣灵改变我们的理性 改变我们的意志 让我们愿意 甘心情愿的 来信靠他 有效的恩照 上帝大能的来救赎我们 照我们 得照我们的生命 圣灵在其中 为神的道做见证 然后赐我们信心 光照我们 改变我们的意志 好像我们唯独的 信靠耶稣基督 有效的恩照 都是神主动的工作 是圣灵做成的大工 圣灵是这样子的 来实施基督的救恩 是我们具体的 得到救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